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家长同学大家好 我是文胜老师 防疫期间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怎么样可以做线上学习 好,那么我们直接上网 请各位在你的电脑的桌面上直接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请你直接搜寻关键字停课不停学 停课不停学 那第一个网站是教育云 就是教育部的教育云 教育云,请你从这边进来 这边就介绍了在疫情期间小朋友的学习 这边收集的大概是最完整的区域 各位可以点到中小学的部分 这边有介绍各种学校里面各种教学的模式 同步教学就是跟老师直接在线上互动 非同步教学就是直接在网路上的一些资源去做学习 那混成教学就是混合前面几种不同的模式 然后这边 线上资源跟工具呢 他收集了一些网路上 可以提供同学们自学的一些平台或者是资源都可以自己去运用 那我们待会要跟各位说明的是线上的各厂商的电子书到底要怎么去取用 那么请你把这个网页整个往下拉到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呢 这边会有电子书 就是这个四大出版社的电子书 所以各位可以从这边直接进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汉林的电子书怎么使用 首先我们到汉林出版社的防疫不停学网站 进来之后呢 点选小朋友依据你的身份点选你的身份的区域 然后呢 这边直接让你可以点选你的课本 所以课本习坐在这个选项里面 那你就按照你的阶段别去点选 那他会进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那你就根据你的年级 假设是五年级 就点进来 然后呢 假设是数学就点进来 课本 点进来 习坐 课本里面假设要看第四课 就直接点开 直接点开 那这个就是课本里面的直接的内容 你就可以在上面做学习 那他并没有提供你下载的选项 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做下载的动作 没有办法在这里做下载的动作 这里是不允许下载的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点选下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南一的电子书 南一的电子书是从oneclass的官网里面 防疫自学网这边进来 那进来之后呢 根据你的身份一样去点选你的身份别 然后在这个oneclass网站里面 当然我们待会要使用的是电子书学生版 那所以呢 这边比较特别是他需要你登录 要登录 所以你要先去做登录的动作 那登录的动作呢 直接点选登录之后 请你使用教育云 教育云的云端账号 那这个云端账号呢 是教育处给你的那一个Google的云端账号 那个就是你的云端账号 那这边因为我已经做了登录了 所以各位就可能要自己登录一下 那登录之后 直接点选智慧电子书学生版 点选进来之后 在onebook 在智慧电子书学生版这边 直接点选开始使用 那他的使用的方法 他会有一个你自己的书柜 那这个书柜呢 就会出现你所选过的书 那你要怎么选自己想要看的书呢 就要先到线上书层 那线上书层里面呢 这边就会有所有的电子书 那你可以按照你的那个阶段别 你的年级去做点选的动作 那选完之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你的课本跟习座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就直接按加入书柜 那加入书柜之后 你回到你自己的书柜 这边就会有你刚刚选取的电子书 所以以后你就可以在这里直接进入书本 那看你要从第几页 他会帮你做记录 帮你做记录 那你下次就可以直接从那一页开始看 那这个电子书用法 跟各位在学校里面的用法是一样 基本上就是往左翻、往右翻 这个是总目录 那你要看第五课 你就点选第五课 那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左翻、右翻 那或者是点选相关的细部的解释、说明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康轩 康轩是从这个防疫资源总入口 这里点选进来 进来之后直接点选你的阶段别 然后往下拉 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康轩网页版电子书 直接开启网页 然后选你的阶段别 那你就按照你的阶段别去做你的挑选 比如说小六的数学 然后这里有课本跟习座 那直接按开启 好,它就是一个线上的电子书 那前面也都是目录的部分 直接点选进来 就可以下一页、上一页去做翻、翻页的动作 就可以在上面做学习